哈喽 欢迎回来啊 跟大家刚才经历的是LPL开赛以来最长的场间暂停时间 我玩了 休息了三小时啊 是的 我都睡了一觉 我来了啊 我是彼勒 下一场比赛就是IG对阵危机了 其实是今天的第二个BO3了 但是这个这场比赛的结果啊 其实不会对LPL目前季后赛 呦 睡着了 其实这场我觉得大家打嗨的也可以了 哎 拿出一些大家想看到的英雄 兄弟 刚才第一场嗨不嗨 第一场 这也太单方便了 单方便了 希望这场两边都激烈一点啊 是的啊 我觉得就像Rookie之前也说 这场可能会拿出一些不一样的英雄啊 哎 这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了啊 这场确实对这个比赛的 机后赛的这个常规赛的排名都没影响了 啊 丽丽娅果然是直接锁下来了 丽丽娅也是比较符合乐园风格的一个英雄吧 嗯 那看一下你往这边拿什么 其实丽丽娅会怕一些那种 比如说野区EV1能力很强的 哎 什么意思 Rookie之前在直播也说过 想想玩个什么杰 雅索之类的啊 你看 这英雄韩服那个胜率还一直挺高的 一直都是T1 现在青纲蚀 主要是想 这青纲蚀不好说啊 宁王跟上一哥都有可能玩 雅索还是杰 哎呦 吸血鬼 哎呦 吸血鬼 吸血鬼 哎 那青纲蚀的位置不好说了 哎 宁王这个表情很有味道啊 这吸血鬼是谁玩的啊 哎 不是 宁王这个表情你看到了吗 就一副表示啊兄弟 啊 那是宁王青纲蚀 帅哥玩 吸血鬼 打野青纲蚀 中单是要这个加里奥 哎 这加里奥 还是得保个底是吧 哪一场比赛是他们用的吧 卢仙打了个中 杰 哎 教练过来 哦 用了 首次选用 哦 来了 来了啊 今天万众期待的杰 终于登场了 哎呀 Yuki 这一下 输阵了 人家气势上输了 哎 输阵了呀 对 气势上输了 对吧 就各种搞事就行了 感觉可以入侵蓝buff啊 这边也没有 哎 这边是塔姆和艾希的终极打法 一上来直接交 这个虚弱 强压一波血线 要不然后面是没法打的 是知道他可能在打蓝 哎 经典二级抓下 但是不知道尼王可能已经过来了 一技能闪现 撞到了一波 但是伤害 夹着哦 哎呦 一个二七角 还是提死了 他还很高 一个闪现的Q 哎呦 这波Metro可能也 哦 还是装掉了 哇 我们看到打野上面的小乐颜的补刀领先很夸张 二十对四 那肯定 他已经刷了几波野了 他已经刷了五波野了 哎 哎 遇到塔下了 这波有点伤 过来的乐颜 这边Rookie其实有点小危险 要被逼走了 范围被消耗一下吧 啊 这个英雄是真的很灵活 是 下路感有想法 小乐颜这个位置 但是 IC 这边聚不太上 而且夹子的位置放得很好 不过小乐颜已经来了 胖子这边是没有没有闪现的 躲了一个 啊 这一技能撞不到了 Rookie这个位置 哎 这卡要打一套 这波有危险 Rookie 但是嘲讽了一下 哦 这个闪现是躲了 结的最后一波的技能 Rookie这一波就知道 上路有机会吗 有六级的 这波的话可能先要逼一个雪池出来 但是撞了起来 反手走下给了个大招 好 交雪池 实际上还有闪现 闪现 躲一下对方的二段的技能 第二时间空 感觉也有机会 因为乐颜这边没什么状态 Rookie感觉可以打一波的 这乐颜死了呀 要死了 这肯定死了 还有点燃啊 哇 乐颜这边野区里 撞到Rookie是没想到的 对 他应该刚才就差了点钱 对 就差一点 诶 玉闪失误了 短了一点 再加聊大招做下了 有没有机会 雷卡这边应该用大招躲大招 这边能休息来吗 被一个直接中锋撞起来 但是防御卡的伤害 累积还是太多了 小乐颜跟上感觉 Rookie这边跑不掉的 这边还有一个蓝城 想躲一下 潮走没有躲掉 乐颜的下一波的技能 一技能有了 但是有灵光披风 一技能马上好 一技能再装一下 装到了这应该是跑不掉了 这波越的好勉强啊 所以一闪失误了以后 就没有必要再直接盖大了 更多的看一下精彩回放 小乐颜是怎么回事 还在看下路 诶 我人没了 他聘了一下那个草丛说 那边凝王在 但没有想到Rookie在这里 是的 这边嘲讽 慢了一点点没有拉住 而且这确实还有一个 短了一寸 关键是Zeka可以用大招 来躲这一段击飞 是的 第一线就被秒不掉了 这个Rookie是肯定跑不掉了 对 尼王在这边想藏一下 但是这两个的伤害够吗 乐颜也在旁边 逼住了闪现 反正要打了 泽山 泽山里面开雪石 要杀尼王 尼王这边的血量有点低 但是泽山里面的伤害还可以 尼王直接被一个打贝做死了 泽山能跑掉吗 泽山这边有点难看下CD 哎呦 不太好跑了 来了 很难受啊 下路又把虚弱交给了女警 因为这里反线直接拘出来 这个又吃吃慢了 但是自己又被定住了 有夹子吗 自己还有闪现夹子没接住 你选这个组合 必定会被推肚层以外 其他几条线 你看打得有色有色的 这一波连招打得不错 一Q这一下被吃进去了 这不吃进去感觉有机会死啊 对吧 晶晶现在就一千块钱 一千一 哎又上去凶一下 但是旁边小乐颜又来了 保龄球撞空 伤害不够了 不过Ruke这里还挺能扛的啊 其实的伤害是并不能够秒掉 点燃也交了 我想 但上路连续两波 其实走下 发育受到了一些影响 嗯 关手大招 补充一下自己的血量吧 又打一个被动 哟 哟 有想法吗 这是血池的呀 这波有点想多了 反正先交了嘛 能压一下就压一下 这个大招感也好亏啊 就是终于也跟AD 打到后期的载质力都没有 哎呦 这一波 乐颜有机会吗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其间 又是个终结 这没办法 他选卡密尔就是要治你的 刚才为什么我会说 那个您可以拿芒僧的 芒僧也是可以来治他的 主要是卡密尔配合加里奥 这个力量 定点狙杀呀 力量真没办法 定点狙杀跑也跑不掉 这一波还想争一下这个先锋吗 有果子 哎全吃了 你往说兄弟不留一口吗 你有惩戒自己回 嗯 这边有没有想法 来了一剑 这一剑 一技能中了 这波感觉要10秒了 但是伤害差了一点 卡姆过来了 不敢自己扛塔了 但是还是要死 哎这波能不能换掉 换掉了 换掉了 而且乐园这边很危险啊 乐园这边应该是跑不掉 拉克斯就在旁边 这边过来一个杜朗互动的炒粉 没有给到就短了一点 想躲大招躲Q 但是火箭腰带躲不掉了 是的而正面卡密尔还在追 踢过去因为没有防御塔很难受 套了一个虚热给到宁王 宁王想了一下 对面好像来源了 我上不上算了 宁王这边想等自己的一技能的CD 再来撞上来一个早 好哎最后还是凭一个大招加一下普攻带走了 讲到你刚才他有他就有大招吧 而且上路单杀了 上路克服这里是单杀掉了的 上路什么情况 刚才没注意 发现上路刚才也不知道怎么阵亡的 哎你看那两个人打的那个样对吧 都是往上硬来的 这谁单杀谁也不太奇怪 来看一下这一波应该上路的 没走 没走 直接一个大招下来 大招还没给到 大招没给到奥恩 奥恩想了想 还不走 想他这个车 他还没补到 哎呦 哎呀出大事了 真的是好规啊 火星晒根不止好吧 这车还没补到 乐言怎么又跑到别人家野区了 小乐言这干嘛呢 哎不过这波还只能跑 只能跑 只能跑 Rookie来了呀 不对他呀 他这波F6 这一点过分了 差不多到 击飞 Q技能吃进去了 但吃掉以后 跑得很快 这兄弟怎么办 兄弟就不管了吧 兄弟管不了了 哎想管 出大事了 B出的产现 一剑 射到了 射到了 但是有 有一个干锅 这个干锅给出的很及时啊 因为他带的TP 没有带水 没有带那个进化 对 血包还补到的领先 是的 Z卡等下要撞到鬼了 一行的中 R进的下来 配合佳良大招 杰大招没有阻掉击飞 杰大招放早了 哎 早了一点 但他这一波为什么放早 你知道吗 他想的是我要把你换掉 所以他想大招出来以后直接给伤害 又想来杀帅哥 三人之力 没了 闪现了 闪现也没了 不过这一口大招的回血回了很多 三个人可能要无攻而反了 主要这个血池都没逼出来呢 是的 哎正面看到谁 库布过来想直接打 W顶了一下 嘲讽给到 两个兄弟伤害 但是塔姆配合队友马上赶过来 这一箭 哎呦这脚踢得很漂亮 收到了加里奥 但是伤害啊 这个Q是真肉啊 不太够啊 Q这边两箭套的一闪 直接强行换到Q 但是Ruki也被秒了 这波放完自己怎么办 能跑掉吗 他就舔红了 塔姆拿到这个人头 帅哥现在也是有点小不服 哎呦 现在伤害还是出局规模 但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打得很热的 直接被秒了 直接被秒了 我前治疗也没加起来 Z卡被女警追着A 这ADC什么时候有这待遇啊 我宁王上高地了呀 给个红城 宁王这把祈福加成 看上路帅哥 这里才是最精彩的 又在追帅哥 但是这边TP来了呀 睡到了睡到了 这波很危险帅哥 帅哥都吸出来 没做出来 红弩Q没打出来 而且Ruki这边改变换不掉乐园了 不过另外一边兄弟们还要来支援 我不管了 机体我也不推了 上路爱奇这边要痛击小乐园 点了个赞 小燃这边跑得很快 一枪 哎 红BUFF的POP Q 没给到 怎么办 哎呀哎呀 没送掉 哎另外一边奥恩也是被 这两个人给追死了 卡蜜尔以及拉克斯 如果可以不过去帮我扛一下吗 宁王有点扛不住了 一剑没射到 家里奥过来也没有嘲讽到 反身只能溜 怎么说大龙还继续打吗 卡蜜尔血量太少了 不过左下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不过左下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应该是先保龙先保龙 先打龙吧 先打一剑就是保龙一族 哎呦没有惩戒的 直接A死了 对啊 看这边怎么打起来了 先把一技能减速给到了 主要是一个青钢 也配合这炮斧两枪 我怎么被开度 我被减速了 左下在上路拖 大招先给出来 雪驰 交道是躲这个小子的一眼 这边过来想抢 拉克斯大招 没有能够抢上去 封龙 封龙还是被危机成功的手下 应该能满足吧 我觉得拿不了 女警伤害太高了 拿 那拿个助攻 助攻 助攻有机会 我已经很卑微了 好吧 中路要开 卡蜜尔又踢上去了 艾西直接被塔姆吃了进去 卡蜜尔反身被离住 卡蜜尔要走了 加凉大招下来 雷卡这边被逼退 炮斧这边伤害太高了 直接点死两个人 轻易被艾西换掉 哇 这个女警追着走 没有人正好 帅哥拿人头了 再踩一个夹子 漂亮这波控制接得很漂亮 帅哥又拿两个人头 可以 追过去 Q 完美收尾 可以一个三加二 女警三个 帅哥两个 冥王卖了自己 幸福全家 收了个尾 收了个尾 这把艾西打得比较宽快 艾西打得也是比较具有娱乐精神 选了个结 最后的话 还是艾西通过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吧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这阵容确实出息没优势 后面就没得玩 再加上女警太肥了 是 就我们最近看到了很多场比赛 对面拿女警 你下路就整个什么 塔姆加维鲁斯 塔姆加艾西 看一下这场的经济曲线 这个经济曲线 这奥恩打了红等方最高 哎 这把Q跟则晒上路玩的挺开心 是的 来了 这个本场比赛唯一的疑惑 跑福 数据谈好了 你知道吧 对第三个MP 对位经济差五千三 叔弟 这太夸张了 对啊 五千三 就你看那个装备 他一直是追着 就爱外眉看不到尾灯 因为女警一直在吃经济 一直在吃经济 嗯